好,刚才我们讲了向量的长度 有了内积以后,或者有了点积以后 我们可以自然的诱导出一种长度来 其实有了长度以后 自然就有了一种角度 所以可能说角度还需要定义吗 假如拿两角器量,长度拿直尺量就可以了 但在数学里面,特别是在公里化以后 我们都是用这种先定义一个内积的方式 内积的定义上自然的 然后慢慢的把这些角度和长度定义出来 如果内积的定义方式改变了 那这些角度和长度的定义方式都会改变 会得到不同的几何 当然我们常见的这种几何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定义内积的方式 好,我们看一下长度 怎么能得到角度的 看一个三角形,大家就看不出来了 三角形里面,如果三角边的长度都固定了 三个角显然也固定了 角度是可以由长度来确定的 假设我把三角形变成向量 这个向量我继承α 这个边对应的向量继承β 那自然这条边对应的向量 我把它建成为桥这画 就是α减去β 这个应该是很明显的几何学里面的向量 但是因为我们的代数的向量 也很未验证这一点 就是这个向量是α减去β 你把它带成分量,肯定也是这个样子 好,这个角度我继承α 既然三个边都用向量表示了 那长度自然就有了,向量的长度 这个θ就可以用余弦定理来表示出来 我们知道根据余弦定理呢 这两个它的长度的平方 等于这两个平方加起来 然后减去它的长度成绩 跟这个角的cos 我们写一下 实际上就是这个边的长度 或者这个向量的长度的平方 等于这个向量长度的平方 将这个向量长度的平方减去2倍的cos 所以这里面就是长度的平方 你可以直接把这两条束线都去掉 变成β的平方 因为β的平方指的就是它跟它自身做内积 就是刚才那个根号直接平方 所以这里面这些都去掉 变成α平方 这个变成α-β平方 也可以 所以左边呢 就像是等于α-β平方 直接把这个束线去掉 这个是向量跟它自身做内积 因为长度 向量长度就是这样定义的 好 而这个呢 其实我可以再写 再把它展开 就是向量α-β跟它自身做内积 或者可以用平方的展开式 就是变成α平方 加上β平方 减去2倍的α内积β 而显然就是我这种左边得出来的 它显然跟这个右边也是相同的 而这个右边呢 我实际上可以写成α平方 加上β平方 这个跟这个都是相同的 就是我刚才说可以去掉 而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长度 这个没有平方 那就不能随便去掉了 这个 跟这个肯定要相同 所以我们就得到α跟β内积 变成α内积 马富二约的 实际上还可以有另一种表示方式 就是它兰的长度 乘积 乘以cos 这个实际上就是几何里面 几何里面 以前学过的内积的另一种命运 对吧 这个定义是说 如果两个相当αβ做内积的话 实际上就是它兰的长度 而长度乘起来 乘以这个夹角 θ的cos 这个是内积的另一种定义 我们现在这样 中国余弦定理 证明了 我们前面定义的这种内积 跟你这种定义的内积 是完全一样 两种内积定义的方式 是完全一样 所以你以后也可以用这种 也可以用这种 有了这个式子 其实在这个式子里面 如果角度 你没有定义的话 不是用两脚计量的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式子来定义 这个角度 有这个式子我可以得到 cosθ 就是这个等于α 内积β 除以这两个层积 实际上角度可以看作是 由内积定义出来 因为后面 下面这两个 这两个风母 虽然是长度 但是它也是有内积定义的 所以有了内积 就有了长度 有了长度 自然就有了角度 你也可以说 有了内积以后 直接就有了角度 因为后面这两个 也是由内积定义的 但是我现在要问 你既然要定义一个角度的cos 那你首先 你后面这个东西 必须是绝对值小1的 它必须在-1到1之间 如果它超过1 那你这个角度是多少 没法定义角度 怎么能保证后面这个东西 它的绝对值一定是小1等1的呢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科西不等式 就是说的是这回事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不等式的保证 这边这个肯定是大于-1 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1 因为刚才科西不等式说 它的绝对值 分子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分母 所以这个不等式的作用 就体现在这里 它把角度变成了 它把这个角度的定义式 变成是可能的 只有这个不等式成立 才有可能定义角度 才有可能把我们这两个 几何上和代数上完全融合在一起 好 这就是用相量的内积 或者点积来定义角度的概念 好 上一节我们把点积或者内积讲了一下 并且我们用内积的概念自然诱导出来 长度和角度 其中角度的定义是这样的 就是两个相量的夹角 实际上就是它俩做内积 然后除以它俩长度的层积 这里我把它作为一个角度的定义 它之所以可以作为角度的定义 就是说科西不等式 保证了右边这个东西 它的绝对值是小于一的 其实这里我要补充一点 待会可能要用到 就是如果θ等于二分之半 90度的时候 就是我们发现这边 口线θ等于0的 那这边显然是要分子等于0 αΔΜΜΜΜΜΜ等于0 而角度等于二分之半 所以我们这两个相量是垂直的 或者叫正交的 正交意思就是垂直的意思 我们以后说到两个相量垂直或者正交 值的就是它的夹角是二分之半 或者叫内积等于0 这两个夹角等于二分之半 在几何里面 或者在三分空间里面 是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垂直 但是右边这个内积等于0 我可以把它推广到N为相当的时候 N可以比三大 别的相当 那时候垂直是什么意思呢 只要就是内积等于0 以后我提到垂直或者正交 只要都是内积等于0 好,这节我们来讲一下叉积 叉积有地方也叫外积 但是叫外积 我刚才我第一节课 刚开始的时候说过了 不保险 因为外积指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我上课的时候其实讲过 讲内积的时候 稍微讲一下外积 就是把αTβ 作为列相量的时候 把它翻个个 αβT的时候 这个叫外积 但是这个跟这里面的叉积呢 有联系 但不完全一样 好,我们现在定义一下叉积 叉积呢 几何上有一种定义 大家可能以前接触 只有在三维空间中 你才能定义叉积 二三的 才能内积不一样 内积你可以在任意的N为空间中定义 但是叉积呢 只在二三中有定义 它第一种定义 定义 是我们几何上的定义 我们知道叉积呢 我们这样接 α xβ 它得到的是一个向量 是向量 假设计成γ α xβ 等于γ 是一个向量 在底边上定义γ 就是通过 或者物理上 定义它的大小和方向 γ的大小呢 定义为α和β 各自的长度 或者大小 乘积 然后再乘以夹角的sine 就是它的长度的定义 但是它是一个向量 所以它有方向 方向定义呢 是右手法则 右手法则大家可能熟悉 好 两个向量 这个是α 这个是β 它做叉称 或者叫叉积 它得到的一个向量 它的方向是这样去的 我从α 先把手伸向α的方向 然后把它向β的方向 弯曲 然后大拇指指的方向 这个 画成这样 找上 大拇指指的方向 就是差距的方向 注意是沿着小的角度 往这身 如果比如β 在这个位置 那你不能这样 完了 不能从这大180度的角 不行 这个sinec它 是在0到180度之间保证的 它是大于0的 所以你应该从这个角度弯 刚才是从这往这儿弯 那这时候α方向 弯向β方向 这时候就朝里的 朝里的 如果你把它看成平面的 那这个就是朝下 朝里 这样的一个方向 这是我们极核上 或者物理上定义的差距 先定义大小 然后再定义方向 但是我们在代数上定义的差距呢 直接用分量定义的 我们假设α呢 因为它是一个三维的向量 我继承 A1 A2 A3 这里我就开始用行向量 不写 不写T β继承B1 B2 B3 那α 它也是一个向量 或者行向量 它是一堆的 代数与子式 注意哈 我把它那儿 做成一个行列式的两行 写下它的代数与子式 把它做一个行列式的两行 那第一行可以随便补 随便写一些数 然后第一行这些元素 对应的 因为它不影响代数与子式 它对应的代数与子式 I对应的代数与子式 就是第一项 A2 A3 B2 B3 然后J 这个第一行第二个元素 对应的代数与子式 把它锁在这行列画掉以后 这四个 代数与子式是有符号的 数 A1 2 3 B1 B3 有第二个分量 第三个分量也是一个代数与子式 它是正 它是k 对应 A2 B1 B2 这三个都是数 因为是 哈利圣 哈利圣自然就是数 这个就是它的分量的记号 这表示的是α和β的成绩 它除了可以表示成这种代数与子式的形式 还可以把它表示成这样一个行列式的形式 注意哈 这个行列式 我这边Igk呢 是项量 它定义是这样 I其实是100这个项量 G呢 是010 K是001 这三个向量 然后把向量 本来这个位置 这是作为行列式的一个元素 应该放数 这里放上向量 所以说这个符号 其实不是一个行列式 只是 符合行列式的 运算法则的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 所以 注意阿尔华 插上β 得到虽然是一个行列式 但是这不是一个行列式 这是一个强烈式的记号 还是向量 它是按照行列式的运算法则 把其中第一行换成向量 以后得到一个式子 这个不是一个数 因为它这些不是元素的 是向量 这个记号 表示是一个向量 就是这个向量 好 表示这个向量 所以α 插追探这种定义下 不要把它看成一个行列 就当成一个数了 还是一个向量 这是一个记号而已 它的第一行 都是这三个基本的向量 这两种定义呢 这种插成的定义 这个记号非常方便记 IG可以记这儿 然后相应的每个分量都分别是IG 它的代数与此时 记得这儿 好 这个几格和物理上的定义 跟这个代数的定义呢 是一致的 这个证明了 思路我跟大家说一下 证明的方法就是 在这种定义情况下 在几格和物理的定义情况下 验证这个插成 是满足一些结合率 一些分配率 结合率 还有一些交换不交换 满足这样一个性质 把这个性质呢 把这个性质呢 应用到αβ 那个向量里面 把α呢 写成这三个向量的一个组合 就是α 可以写成A1R加A2Z加A3K 把它写成一堆的数乘的和 写成α如果是长这个样子 它肯定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然后β也写成这个形式 用刚才你的插成的运算率 把αxβ算出来 表示成A和Z这些插成的记号 就可以证明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证明过程呢 比较复杂 我就具体我就不讲了 在一般的几何课程里面 解析几何课程里面 都会有这个性质的证明 好 现在我们在我们假设这两种定义等价的情况下 我们假设已经证明了 咱们定义等价 其实我不需要这种定义 这种定义只是我附加的定义 我只需要在我这种定义情况下 来证明一下插情的插击的性质 我只在这种定义下证明哈 这种定义下的证明会比较麻烦 是我们说一般的几何课程里面都会有 我们只证明这种定义 不交换 插成是不交换 它跟矩阵成法一样 阿尔法插成beta 跟beta插成阿尔法 是不相等的 但是它跟矩阵成法不一样的地方 虽然它俩不相等 但是它俩是相反 比如说阿尔法插成beta 不等于beta插成阿尔法 但是等于负的beta成为阿尔法 就是这个向量等于这个向量的负向量 但是用这个性质验证也是好验证的 用这个验证怎么验证呢 实际上就是把这两行做了一个交换 因为beta插阿尔法 就是把这两行做了一个交换 那自然的这每一项都变成了相应的负的 所以这个性质还没验证 这个性质叫反交换证 不交换 但是反交换 这个性质是很好的 比如说我随时可以把它换一个个 只要加一个方法就可以 你要在预算的时候 碰到它俩相成 你随时可以换个 但是记得加符号 就跟常列式的 交换两行一样 记得加一个数号 好 这是反交换证 第二结合性 结合性还是满足的 如果k还是把 跟beta插击 或者插成 你可以把k放在后面 结合到后面 甚至可以把k直接提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分配率 分配率 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常用的 也是还好 也是成立的 如果两个向量 它的核跟地上的向量 做差几 可以这样 插 插成还好表示 它等于阿尔法先跟k 做插成 再加上beta 跟k 做插成 这个性质验证也很容易验证 我们只需要把这里面的 A2B2换成了两个加核 根据行列式的性质 它显然可以加核 可以展开 展开中两项 自然的就写成两个核 性质都很容易验证 好 这是插成的性质 关于插成呢 我就不能再讲太多了 再讲太多 就偏离我们这部课程的主题了 大家要知道 它的这三条性质 然后它基本上也可以跟数一样 做运算 只是在交换的时候 记得加符号 就可以了 好 这样相应的点击和插击 我就讲这么多了 好 快里面 别付暗 这可行 大家都知道 来看看 这抵 overlook でも 那么 还是 発仙 對 zą